台南安平区的某一个饭店举办了捐血活动 有民众发现了饭店周围有不少造景水池 有小朋友差一点掉进去 还好被及时拉住 没有发生意外 没想到后续有一名富人不慎跌落 全身湿透 让他质疑饭店设施的安全性 更怒控饭店高阶主管看见的当下 却疑似在嘲笑 并没有马上关心处理 对此饭店业者当下澄清 事发的当时全程都有协助 饭店外头方方正正的造景水池 被围起黑龙柱 因为传出有富人掉进水池 全身湿透 目前我们就听到很大的落水声 目测大概70岁的阿姨 她已经倒在水池里面了 然后现场没有人帮忙 水池边缘 见起一大片水印 还可见密密麻麻的脚印 而目击民众控诉 放电人员当时看到 不仅没马上帮忙 还一次有人嘲笑 其实他们最高主管 是有看到发生事情的经过的 走上前来叹笑着说 怎么会掉下去啊 他那个笑是嘲笑的笑 事发在二号 台南安平区某饭店 举办捐血活动 不少民众前来捐起袖子做爱心 不过目击民众发现 饭店周围有不少造景水池 两名小朋友差点掉进去 好在被及时拉住 没发生意外 没想到后续一名富人 不慎跌落全身湿透 目击民众质疑饭店设施安全性 更怒批饭店高阶主管 态度不严谨 他气得当下跟饭店反应 希望这名主管出面道歉 我有请他们主管说 你能不能请你们刚刚那位 高阶的主管下来 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 本意并不是嘲笑 我们只是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其实那是一个误会 我们有立即关心 他是不是需要送衣 饭店业者澄清 当下有全程协助妇人 后续也送上小礼物之一 而妇人回家换完衣服后 也有回来再捐血 没有感觉被冒犯 只是原本利益良善的公益活动 却发生意外小插曲 也让人死掉未及 记者宏福奇台南报导 感谢观看